一个小撇步是我最近好就是有去谈成功的 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就是 大家可不可以去谈成功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经验 如果您自己有这样的话就可以 大家都知道这张卡片是101无限卡 对不起101世界卡 那这张卡片呢因为它是普通型的中性顶级卡 所以它必须要年刷36万才能够免年费 那跟大家分享 我这张卡片其实我去年几乎都没有刷 我只有拿就是提101而已 所以这张卡片我的刷卡消费额大概在5000块里面就很少 那已经用了一年了 这张卡片的年费已经出来了 怎么办 对那出年费它的年费是5000块钱 我就等着要去询问中性说 哎有没有可能帮我做减免 那平常的这种所谓的一般普通型的这个中性卡 其实都很容易去讲 比如说600或1200的年费1800年费这都好减免 但是像这种顶级卡 它其实是很难去要求减免的 那它就有稍微看了一下说 我去年ANA这张卡片 ANA极致卡刷了多少钱 然后它说我去年大概刷了100多 所以这张卡片它可以直接帮我减免5000块钱 所以这张卡片我还建议还可以续用 所以如果您自己本身主力卡是在中性的话 而且是有缴交年费的顶级卡 那你用那张卡片 有机会可以把这张卡片 就101的这个卡片的这个年费可以就是做处理 但基本上它还是会看你自己的贡献度 所以不是说您就是有ANA极致卡 但是你都没有在刷 那就可以要求减免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至少要刷个30 50 70 100 好比较有机会去讲的通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